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两千八百零三集 对了 我这里有黄斧纸 说这 萧冲拉开防水服 从包里面掏出了一袋黄斧纸 递在张发面前 通过我刚才的观察还有思考发现 这里跟吊脚楼位置的六合演变出的场景是关联的 这次用不到黄斧纸 还得用从吊脚楼里面得的东西 张帆话音落下 便看到那盛装龙虚草的观音山木盒 出现在了张帆的手里 张帆把那木盒缓缓打开 观音山木盒上有着一条条分布均匀的竖像纹理 张帆在盒子的盖子上 从左往右数了24根纹理 随后用纸签在第24根纹理的位置轻轻一弹 木盒的盖子 自张帆踢中的位置 应声断裂 张帆拿起 这承载了24根纹理的木板 向着萧冲发现的三个反常点位中间的那个点 扔去 在24条纹理木板 接触到那个点位的泥浆时 并没有发出想象当中的巴唧声 而是发出了嗡的一声沉闷的声响 随后便看到那个木板 在泥浆之上旋转起来 虽然泥浆的稳定性 比起水的稳定性强了很多 但随着木板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力道也是随之越来越大 泥浆上面还是荡起了连衣 并且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张帆又在那观音山木盒的盖子上 从左往右数了12条纹理 他把那木板敲下来以后 扔向了他探查出的三个反常点位中间的点位 观音山木盒盖子只剩了36条纹理的木板 张帆直接扔向了萧冲寻道的左侧的反常点位 张帆打亮了眼剩余的木盒 将木盒四个没有纹理的侧臂给拆下来 盒底和盒盖上的纹理数目相同 张帆开始用指甲敲击盒底 再次把底盒分成了三块 分别为18条纹理 24条纹理 30条纹理 18条纹理的木板被张帆放置在 萧冲发现的最后一个反常点位 24条纹理的木板被张帆放置在了 他查出的左侧的反常点位 30条纹理的则被放在了他探查出的左侧点位 所有木板放到点位以后所发出的反应 都跟第一块木板放在点位上所产生的反应一样 木板急速的旋转都会在泥浆上掀起一圈圈的联谊 就在六块木板全都被放下以后 井底盗气猛然变得浓郁 张帆带着萧冲迅速从六个点位围龙起的圆形中跳了出来 就在两人跳出圈子的那一刻 六个点位所扩散出的联谊波纹再度重合 而这个点正是圆形的位置 只听着重合点发出了一声金铁交击的坑枪之音 伴随这个声响 联谊重合位置的空间被撕裂出了一个小口 紧接着六个点位扩散出的联谊又迎来第二次重合 在这次重合之下 空间上的小口扩大了几分 然后便是联谊上的第三次重合第四次和第五次 每一次重合都会发出枪的一声金铁交击之音 那空间上的口子也是会被撑大一分 第十八次重合之后 那口子直径已经有五十公分 所有木板都停止旋转 连也是骤然停止了扩散 下一刻便看到一根根龙须草陆续从口子里面跃出 张帆将那四块没有纹理观音山木盒侧面的木板 抛入到龙须草跃出的位置 伴随几声咔咔的脆响 四块木板重新联合在了一起 这四块木板仿佛是有着一股犀利 把那些被张帆弹开 分散在六个方向的木板 又给吸了过来 几年用了半分钟 木板又重新组合成了原本的木盒的样子 从空间裂口里面跃出的龙须草 一根根整齐地排列在了木盒里面 十分钟的时间 所有龙须草都进到了木盒之中 木盒重新关闭 飘回到张帆的身前 张帆把木盒接住 打开看了一眼 随后 张帆和小冲 又去那几个反常点位赶制了一下 那几个点位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老肖 你上去 往那把大锁里面住一次喧气 你感知一下上面的气息 我感知一下这井底的情况 好 萧冲痛快答应 几个闪声 便出了洞穴 先生 我这就把盗气注入大锁 你那边注意感知啊 萧冲低头朝着洞穴里面喊了一声 随后 指尖踢着出了一缕盗气 直接便钻进了大锁之内 张帆这边 则是仔细地感知着井底阵法的变化 一阵闷响声传出 井底道气瞬间变得浓郁 青方印竖的道穴瞬间变得清晰 不过很快 道气和道穴又恢复到了跟之前没有任何差别的平常状态 张帆等了五分钟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变化 他朝着井上喊道 再试一下 萧冲照做 但井底情况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差别 张帆在井底扫视了一眼 略作思索 纵身一跃 很快到了井边 见张帆过来 萧冲快步凑了过来 先生 刚才在井底 你有没有发现郑鲁尔的线索呀 没有 张帆摇了头 把刚才井下情况 一无一失地说了一遍 得到这三百根龙絮草耗费了大量精力 咱们先回去休息一下 等有时间的话 再好好捋一捋 这井盖和大索的情况 好 萧冲点头答应 二人把井旁的洞穴填好 便朝着农家院的方向走去 先生 您给我讲讲 您是如何依靠您对于六合法术的了解 从吊角楼和井下 得到这些个龙絮草的呗 我想学习学习 没问题啊 不过现在讲不了 因为你对于六合法术 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 想要听懂我的讲解 你还需要在六合法术上 做做一些功课 功课我可以做呀 可这些个书上哪买呀 我这有书 等到回去以后 我在空间戒指里帮你找找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